欢迎收看凡人游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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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36岁 身高1米68 职业 理发店经营 月收入1万元以上 婚姻状况未婚 之前从事过很多行业 然后做过餐饮 做过房产 然后做过保险 然后现在嘛 今年自己开了一家工作室 其实我就谈过三段恋爱 然后最近一段感情的话 就是近一年多 谈了一个女朋友 我觉得让我最难忘的事情 就是她比较关心我 然后可能就是时间的关系吧 太久了 然后每次都是她理解我 然后包容我多一点 然后我脾气性格 这一方面也不是特别好 就会遇到什么事情的话 我会特别着急 所以就没有一直走下去 就是还是分手了 我觉得现在女孩子的能力 远远超过于男孩子 然后我这个人呢 是由于有点性格癖好 因为我觉得是什么呢 我会对我的另一半要求 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我也不高嘛 然后1米68 然后我希望找到女孩子 在1米65以上嘛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 如果比我矮了的话 这个会影响 真的会影响下一代 月收入至少是8000 性格方面不要特别粘人 随和一点 然后能孝顺父母 事业方面能够自己稳定独立 就不要什么事情都粘着我 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我的时候是 有一定的负担和压力的 男嘉宾的则有要求 一 身高在1米65以上 月收入8000元左右 二 性格独立不粘人 有自己的事业 你好刘薇 看了你的这个基本资料之后 其他的情况 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我就是有一个疑问 你前面也说了 这两年工作不好找 钱不好挣 你还给人家设那么一个门槛 要求对方月入8000以上 跟你差不多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不能找一个比我更差的 这会跟我找一个能持平的吧 是这个意思 当然 可是男女丰功本来就有不同 对吧 你看中国传统的想法 就是都是男主外女主内 如果一个女孩 她身高又比你高 又漂亮 然后她又贤惠 她为什么就收入不能够比你低一点呢 这也对 比如说她 跟你说的话 她身高也没有那么高 收入也没有那么高 但是她脾气性格 但是各方面 我觉得都还融洽得挺好 但这个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 你说人找工作 你给自己的事业上 可以设立一个很高的标准 但是在婚恋市场上 在感情方面 他更多的可能看的还是 两个人合不合适 对 在特派员的开导下 男嘉宾也终于想通 愿意降低一些自己的择偶要求 那么今天来跟她相亲的女嘉宾 会是适合她的那个人吗 大家好 我叫鲁华荣 然后来自碧山 身高1米6 今年31岁 然后我的工作呢 是在广告公司做策划工作 一个月的收入是1.5 本期交友女嘉宾鲁华荣 年龄31岁 身高1米60 职业广告策划 月收入1万5 婚姻状况未婚 平时的爱好的话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爱好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在家里刷刷抖音啊 看一下知乎呀 排一下山 图一下布 就这种简单的 然后成本比较低的旅行活动 之前是谈过两段恋爱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呢 就是从大学毕业 谈到工作两年后的那一段 当时分手的原因是因为 她考上了公务员 然后我没有考上 可能就是中间就出现了一些矛盾 然后她也喜欢上了别人 所以最后我们就分手了 对另一半的要求的话 在性格上面 我希望她不是那种很精致的 什么那种精致的猪猪男孩 外表上我希望她是那种干净清爽一点的 我不喜欢过度打扮的那种 比如说做个发型啊 喷点发焦啊 穿的穿穿那些潮牌 我有潮人恐惧症 然后在物质条件这一块的话 我就是比较倾向于对方是做生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打工狗 我觉得我的那种就是眼界会比较窄 全都停留在那个职场上面 我希望去见识一下 就是人家做生意的这些人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资源 有什么样的那些渠道 然后收入的话 希望她可能一万多一点吧 反正跟我差不多 或者说比我高一点低一点都问题不大 一万以上就行 女嘉宾的择有要求 一 外表干净清爽 不要过度打扮 二 最好是做生意的 月收入一万元以上 综合来看 女嘉宾的性格和收入 都很符合男嘉宾的要求 而男嘉宾正好也是 女嘉宾所青睐的做生意的男士 两人匹配指数百分之八十 今天他们两人又会发生怎样的相亲故事呢 好 来我们把女嘉宾接到 你好你好小璐 你好你好 欢迎欢迎 谢谢你好 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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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穿得好漂亮 谢谢 身材不错的 谢谢 马上我们就要见男嘉宾了 我们今天把你单独叫过来呢 也是希望你能够去他工作的地方看一看 他在这里有一个自己的店 有一个门店 是买衣服吗 做美容美发 就是你们女孩比较经常去照顾生意的那种地方 就是说他是 特尼老师 特尼老师 是是是 那是不是 怎么你觉得这个职业怎么样 他是不是那种 就是特尼老师啊 给我的感觉都是那种很潮流 穿得华尔夫少年 然后发型不得无缘六色的那种 我 我有点害怕啊 啊 你不喜欢这种吗 啊 不喜欢的 不是女孩应该不是都喜欢那种很潮的男士吗 不是吧 女孩都喜欢像你那种啊 啊 我是哪种 不老坑的嘛 我还是有点害怕 但是可以看一看嘛 啊 这样子吧 我觉得 如果说你对她的外貌会有一些要求啊 穿衣打扮这些 那我就把你带到那个店旁边 因为她现在不知道你来了 我们先在外面看一下 可以 好不好 走吧走吧 那我们小声一点 悄悄咪咪的过去 我先悄悄看一下 在之前的采访中 女嘉宾就曾说过 自己不喜欢过度装扮的潮男 那么 今天男嘉宾的穿着打扮 会是她不喜欢的那种类型吗 小鲁 你看这家店就是男嘉宾 她自己的这个门店了 我们先站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远处 带你一起看一下好不好 你看她现在正在里面 给客人再理发 怎么样 你觉得现在看外形 穿着这些给你感觉怎么样 都是穿紫色衣服的人 对她是一样 像是穿紫色衣服的那位 像是穿紫色衣服的那位 她穿的鞋子 其实她那个搭配真的不是我喜欢那种现实感 为什么 出什么问题了 她的 makeup色很调 你看自个的男腕,穿的那种 不是遍令的 会觉得自己有自信吗 会有一种都是 상태 心跳不是很温重的那种感觉 那万一人家是因为今天要跟你来相亲 所以格外的打扮一下 想吸引你的注意力对不对 你知道那个熊孔雀 那不是也要开屏吗 我懂你的意思 还好他还有一点好力度是 他头发没有弄成无线路 没有留得开场 你是担心他的性格和他的穿着打扮 一样会有一点浮夸 对 那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轻易地 被他的外表所迷惑吧 这样吧 现在刚好里面 我看那个客人的头发也剪完了 你现在呢要不然就 以顾客的身份进去 跟他聊一聊 因为他不知道你是女嘉宾 所以你在名处他在暗处 你再近距离地跟他了解一下 看看他是不是跟想象当中的一样 可以 我看那个刚好剪完了那个客人 要不你进去吧 要的要的 他都说他头发要留成像我能够长 不对应该说是比我头发还要长一些 我一听到我都觉得 哎呀好无语哦 不能接受对方没的工作 也不能接受他没的收入 那我们两个结婚了 好你都介意了 我收入比你低了 或者我没得收入了 你是不是要跟我离婚呢 没想到他要求那么高 你自己都才一米六八 你连一米七都没的 你来挑剔我一米六的身高 啊你好美女 哎老板 嗯 那个我想弄个头发 你今天是设计一下还是想做一个简单的洗发吗 嗯 我不想洗头发 我做的还是要的 你都帮我看看 因为我等下有个游会 我想你帮我看看那个造型那个龙 那个龙气好看一些 嗯 那是吧 那先做吧 嗯 平时的衣服 着装都是以什么为主 就像现在那种 就是那种 大臣是偏休闲的 休闲或者有时候要穿高温下来 休闲为主我建议你就做稍微冷色一点 因为我看你穿的还是比较长 那你们为孩子没有染上头发那些 我因为是我现在还在留头发 我把头发留起来之后我会做化 你准备留好长啊 哦 你是说我对自己的 对啊 你刚刚来说 你说你要留头发 大概头发的话 我一般现在会留到这个脖子这个 哦哦哦哦哦哦 留到脖子这个位置的时候 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给自己做造型啊 或者一些成绩的一些打扮 他都说他头发要留成像我那个长 哦不对 应该说是比我头发还要长一些 哦哦哦 然后我还说要去做个造型 做个发型 然后我一听到我都觉得哎呀好无余哦 我说真的不是我喜欢你那种类型啊 爸爸我做个造型啊 哦哦 哎我整个白色的头发 因为我要把它留到肩膀里还那么长 哦哦 看 看起怎么样了就觉得 留到肩膀里我已经 哈哈哈哈 整出白色的 你觉得好不好看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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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刚开始就觉得这个女儿呢 只是一个顾客 但由于后面脏子啊 进来了 然后是反正有些 我觉得突然今天就肯定是这个女儿 应该是相亲的女嘉宾 所以说然后还是多多少少感觉 有点惊喜 有点意外 我们也接个密好不好 我们先请我们的小鲁站起来 你看那边有镜头在拍着我们的啊 啊 那刚刚呢 其实你们在里面的时候 已经聊了很多了啊 那女嘉宾呢 其实她也知道 咱们的刘师傅 Tony老师 就是我们这些男嘉宾 可是呢 刘薇不一定知道 对不对 先给你介绍一下 女嘉宾姓� 啊 鲁小姐啊 刘老师 刘Tony老师 啊 就刚刚你们讨论 我听在博特旁边听关于这个 就是头发颜色和这个 头发长度造型的这个问题 我听听咱们 女士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男人留长发染色 就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就是不太喜欢 因为我喜欢你那种男人的性格 它应该是那种 比较温度的性格 比较温度的性格 这种沉稳 然后有一点思想 高度给人一种 有思想的感觉嘛 但是他如果一个人的外形式那种 比较黑潮流 然后啊 比较滑稍那种 让我感觉他更多的精神 他的思想都均留在外 他的精力都会花在 打扮自己的外在上面 对 然后累在好像很空虚那种 所以说他会给我一种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都不太喜欢 完了 刘薇 人家说你很 很空虚 我 我 确实一点 还是要看每个人的轮在 为什么呢 就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种计划呢 你能给宇嘉宾也解释一下 做我们这个设计行业形象 因为本身能说 就是自身的形象 必须要包装出来 给人第一 第一感觉就是 要潮 对 形象设计 对 就是 不然的话 别人就会觉得 你专不专业 别人就会 按照他那种 刚刚女嘉宾的那种逻辑和说法 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 有文化底蕴 有深层内在 给人这种感觉的 Tony老师呢 其实我也想过 就是 想的和实际做的一些东西 它还有一定的一些距离 还有一些差距 必须说 要通过平时工作 还有一些磨合才可以 那旁边那一位是 这位是我们 平时我们店的一起合作伙伴 是我们工作人员 创始人之一 对 好好好 我看坐在收银台的 一般是老板 他贵姓啊 他姓王 往前问一会儿 生意怎么样 生意还可以 生意还可以 大家来一般是消费时 龙头发吗 是西间吹吗 还是染发唐发吗 西间吹唐发 都有 都有 大家来唐发时 因为都是笨说 你那个发型来的吧 那不是 因为你头发 躺得漂亮 反正来了 我要躺个老板儿养的 那不是的 被他流行发型 现在年轻 现在你是流行发型 我来发型时 所以中年发型 你是中年流行发型嘛 对对对 是不是说 刘威他也要整一个 造型时 为了给店头打广告啊 是的 也是的 是的 那生活当中 他平常整个穿衣 打扮的风格 是什么样子的 我没想了解一下 他是一般 很不合适的 很不合适的打扮 对 比如说他穿起来什么 他穿的是 一般一般是休闲的吧 你看他下老板儿 平常穿衣服 颜色最多 你是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 黑色的 黑色的啊 还有啊 真的是白色的吧 就是最简单的颜色 那我这上班 他要穿一个 茶枝音混颜色 一般浪花都 驾驭不了那种姿色 平时上班的事情 要打扮丝上 要精致一点嘛 穿起要好看一点嘛 哦 他生活当中 这个性格也是怎么样的 性格好 性格好 性格很随和 对人也很好 对人也很好 然后那个亲友团的姐姐说呀 她说他平时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平时他穿着的话 都是比较朴朔 比如说黑色啊白色啊 我就能够呀 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然后说她平时的性格 也是比较稳重那种 并不是我想象那种 很轻浮 很复杂的那种啥 然后感觉 可能还行嘛 还可以再了解一下 我要说她一直都不找媳妇结婚呢 她是 缘婚没到吧 肯定是 这个找媳妇是缘婚的嘛 你有跟她介绍过没的吗 我没跟她介绍过 这个事情缘婚要自己介绍 你都想她天天才点着头上班的嘛 对对对 你喜欢适合找一个啥这样子的 她适合找一个 找一个 漂亮的哈 希望找一个能帮助她的嘛 能得到她一起共同 做事的吧 就是说要那种 女儿稍微要等四点点就蛮好 第一印象 我觉得那个女儿身高 确实差了那么一点 但是我觉得整体还是可以 如果说对这种 这种标准打分的话 我觉得可能给她80分嘛 看外星的话 那个穿着搭板了 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然后不过也还好 就是没有组成那种 很夸张的头发也没有展示 那个头发还算是清爽的 另外我看她身高呀 跟我站起 她比我真的高不上好一点点 可能高了一个毛毛 虽然说我对身高的要求 并不是很高 我觉得可能一米七左右 那些都可以 但是她那个好像 因为我还穿了点大根 可能那个身高 稍微有点矮老一点 我觉得还是 然后总体来说的话 这个嘛 出界面过后 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印象 不算太佳 两人的匹配指数 也从80%下降到了70% 接下来 她们也是准备坐下来 聊天沟通 一番沟通过后 她们的匹配指数 还能回升吧 就是你不用再说了 我觉得我配不上男嘉宾 不好意思 我不想录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从头到尾 也没有说看得上她的意思 你不要走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立东进补 来年打虎 立东了 老年人要进补 咱老年人的肺 和咱们一样 老了 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 天一朗了 这老曼芝老可喘 可就难过 是时候该补补肺了 养无几补肺完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年人的肺 老曼芝的肺 老可喘的肺 立东都要补一补哟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示范补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 养无几盘中药补肺丸 每天两晚补强肺功能 你平时都喜欢做点啥子吗 反正我一般 要么都是 做点绝 要么都是 健身房 你要健身呢 但是看起来 没得健身 感觉的 你别急着吧 我看不出来 应该 你现在已经三四六岁了 你未来就是买房子的一块是哪个计划的 反正都是在近几年嘛 如果说感情方面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可能都是在近两年可以考虑再建设买一套房子 还是要等到感情稳定 你觉得哪个才叫感情稳定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 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的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要么是生活啊 要么是工作啊 要么是脾气性的啊 各方面都 都不太融洽 可能想出的到一段时间就 就又算了 但是 但是 但是你没有想过都是 现在 虽然 很多女孩 可能还是有 比较现实的问题 都是很多女孩会 在意你 在那个房子上头 有没有得 然后有了过后 他可能才会给你刷朋友 才会给你稳定下来 就是 现有房子才会给你稳定 而不是说你要他给你稳定了 你才去买房子 那种真是有矛盾的 你不觉得吗 对 就是他那个计划太虚无缥缈了 我都不太确定啥 所以说 那点呢 也有点点 减分吧 其实 我接下来对你 一般的要求也不尽 就是说 都经济 必须是要独立 你的经济独立都是 你不能 你是不是不能接受 对方没得工作的吗 第一 第一方面是不能接受 对方没得工作 也不能接受 他没得收入 他毫无收入没得 他认识一个男朋友 啥子收入都没得 天天都想 吃也是来到你 妈都吃 然后 住也是来到你 反正我也没得工作 反正你都得养我的那种 反正都是 出于一种啥子 找男朋友都是他的 刷卡器 我都不喜欢 说一个女儿找到一个 男儿之后 就把他当成个刷卡器 我啥子都是你 你说你不能接受 女儿经济不独立 万一是那种情况 比如说我现在离职了 然后我现在没工作的 然后也有一段时间 没得工作了 你觉得你能接受 我耍好久 由于之前的工作强度太大 女嘉宾目前已经离职 那么对于正在待业的女嘉宾 男嘉宾又会持 怎样的看法和态度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是 我会先想办法 帮你找到工作 然后 肯定不用说 你如果跟我两个在一起的话 我肯定是 前期肯定会 你的吃啊 住啊那些 穿啊我肯定会照顾到你 但不可能说是长时间的 可能说在半年 或者是半年一楼 最长的时间 可能说是在那个时间 我两年三年四年 我都找不到工作 我都是没得收入的 那我们两个结婚了 好你都介意了 我收入比你低了 或者我没得收入了 你是不是要跟我离婚呢 你两个的话搞起女儿 哪个敢把女儿交付给两个一个人呢 我们女儿找男 找那个找 找婚姻对象嘛 肯定是希望说 对方能够在那种 低谷的时候 能够互相扶持的 但是你呀 却因为那种情况 然后你要跟对方离婚 那种好可怕嘛 如果说在半年以外 你还没有找到工作 我都下意识地觉得 你可能都是不想的 万一他那个呀 他是能够 他自己有存款那些 他花的是自己的钱 他没花你的钱 那都无所谓了 你在意不吗 不在意 都不不介意 只要不花你的钱都得行 有时候不是说 只要不花我的钱 但是我也会告诉他 主人一旦适应了 你想耍了 你耍了时间长了 你都不想去找工作了 你会堕落 你时间会堕落 你的行动也会堕落 然后你都不想去找工作 久而久之后 你的存款也会花完 我会这样告诉他 但是我并不是说 我让小姐 不是说她不花我的钱 然后跟我都半毛钱 关系都没得 我会不适应的 聊天过后 我们也分别采访了男女嘉宾 采访过后 特派员也是将两人 叫到了一起 希望能够开诚布公地 帮两人解决心中的疑惑 在刚刚我跟刘薇 沟通的过程当中 刘薇提到了关于 就是女嘉宾的几点 她有疑问的地方 或者是说不满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 她最看重的一个问题 身高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刘薇 在相亲之初的时候 她就提出来的 对于她一个 比较看重的问题 当然 我也劝过她 对不对 我说一般女的找男的 会想找一个 就是高大帅 对不对 男的找女的 是白富美 这个里面也没有高字 对不对 女的找男的 想找一个高一点的 所以一般女嘉宾 会挑男嘉宾的身高 但是刘薇 她会在意女方的身高 刘薇也给了自己的解释 对不对 她不是为自己想 我又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我是要为我的下一代着想的 对不对 我懂 我懂这种要求 但是 但是你的身高到底有多少 我也想不想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本来男嘉宾 他自己也不高 你看 他跟你比起来 或者说 包括跟我站在一起 都差不到很多 他简直像跟我一样高一样 拼他之所 你有多高到底 我一米六八 你有多高 我一米六啊 那其实一米六 我觉得在 会不会哪个要求 还是才不嫌 似了一点 男嘉宾 肯定不现实 其实他说到应该也挺对 有的时候 不光是刻意地去要求对方 可能是说 自己应该也要 多去包容一些才对 只是说 我只是说 把我最初的要求降低 再降低一点就可以了 你这个话说的 我都不知道到底你是在 真的 你这个到底是在说好话 男嘉宾 有点高 男嘉宾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勉强也能接受 或者推而求其次 那我勉强不了 你这样 你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你 比如说他我听着都有点 就什么意思 你感觉就是我是你的 推而求其次的选择 而不是你的最佳选择吗 反正如果说我是这个意思 如果说找不到好的 但当然 找不到好的 就找一个将就的 是这个 不不不不 那不能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我确实也不能够再把女嘉宾 就是放心地托付给你 对吧 首先第一 你对你也不好 对不对 我觉得 我们应该是宁缺无奈 主持人 你不用再说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陪不上男嘉宾 不好意思 我不想读了 我觉得没孩子说的了吧 我也没孩子想说的 反正男嘉宾不是也没有看得上我 我觉得不用再继续 能够去纠缠了 我先走了好不好 不是 只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从头到尾 也没有说看不上他的 不 这样吧 这样吧 小柳 像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现在大家可能 都有点情绪有点上来 其实我们本来也是就事论事 你要不然小柳 你到旁边先休息一下 好吧 你先消消气 你旁边休息一下 你不要走 你旁边休息一下 你消消气嘛 男嘉宾的话 让女嘉宾愤然离场 而编导也是立马找到 女嘉宾跟她沟通 了解她的真实想法 我觉得 她真的有点奇葩 因为 她自己都才能够搞点 我都不晓得 她有一米鹿没有 一米鹿吧 她有一米鹿吧 但是她整体那个感觉 跟我差不多 我真的觉得她跟我差不多 我没想到她要求人家高 如果说你一米鹿的话 你要求我一米鹿 OK OK 我介绍 但是你这个身高 你自己都才一米鹿吧 你连一米七都没得 你来挑剔我一米鹿的身高 我觉得 你说出来这种话 你 你理得足够吗 还有都是 刚刚说了 都是她要求说 不能四月半年以上 我就 可以认为跟她说 现在四月半年以上 你人多你起吧 如果是她那种要求的话 她不用找女朋友了 她连那个都不能接受 那以后结了 婚过后 人家失业了 人家卖工作 人家收入地了 啥子都能够让她找到借口 找到理由来嫌弃你 我觉得我干嘛找一个 那种老公啊 我能理解她 想找一个条件好的 哪个不想找条件好的嘛 但是你自己 只是你条件 你要能匹配的上 她的心事对不对嘛 你自己都是那个条件 你对别国的要求 是不是太高了 这一边 女嘉宾还在激动地 控诉着男嘉宾的 种种高要求 另一边 特派员也还在 跟男嘉宾做着沟通 她是真的没看上女嘉宾吗 本节目由OTC国药准字号 福禄康牌熊胆粉 独家冠名播出 肝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 承担着代谢排毒和造血的重要作用 熊胆作为传统的中药材 对肝好 这是福禄康牌熊胆粉 胆质冷链保存 零下40度超低稳动肝成分 充分保留有效成分 一天重复一次 清热 明目 又平肝 中医认为肝活旺盛 容易导致口干咽喉痛 眼睛红肿痛 降肝活的过程就是平肝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 清热 明目 平肝 对肝好 长聚会 咽喉痛 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眼睛肿 眼睛痛 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对肝好 有福 有福 有路 有健康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本节目由OTC国药准字号 福禄康牌熊胆粉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OTC国药准字号 福禄康牌熊胆粉 冠名播出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 清热明目 对肝好 肠聚会咽喉痛 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眼睛肿 眼睛痛 用OTC国药准字号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肝好 有福了 有福有路 有健康 福禄康牌熊胆粉 你看 你看你把人家都气走了 我能明白 其实你就是心知口快 你就把你想到的说出来而已 但是有可能它不太合时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你的想法本身也有一些问题 真的 所以现在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本身条件也不差的 你36岁还没有结婚 肯定是自身的问题还应该很多 比如说你说身高的问题 你说真的 你1米68的身高 你说1米6的女嘉宾 她本来也是一个 比较标准的身材的身高 她也可以找一个1米7 1米75的 所以在身高方面 我觉得真的 她都没有嫌弃你 你确实不应该再去挑剔她 收入这个问题 它不代表女性全部的能力 有的女性 她不是职场女性 她不一定有很高的收入 但是她可以影响家里的三代人 她可以跟婆婆出好关系 能够把丈夫能够和睦地相处 还能教育好孩子 难道她的贡献 就一定不能够高于 一万五月收入 八千月收入的女性的贡献吗 对 有可能这方面 我可能出了一定的误解 你现在不是在开店找一个创始人 合伙人 你们俩要把利益最大化 你是要找一个人生伴侣 他要跟你合适 互相配合 然后让这个家庭更有幸福 张老师提出的这一点是 我是真的得改变一下 可能有的时候 对这些要求不能特别高 对自己可以要求高一点 对 对别人要求一定不要太高 对 我昨天刚刚你走了过后 男嘉宾他整个状态 他是有点懵 因为确实没想到他这些话 把你启息走了 我感觉他哪一瞬间 其实还是有后悔的 而且我果然感觉 他其实有可能 他的表达跟他心里面相似 不是一个意思 因为最开始你们走到你聊的时候 其实你们两个聊起来 我感觉还是聊得比较和谐的 他其实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他不是黑散语 跟陌生人表达 沟通 他也是个比较窄的 好然后 除了今天可能详情嘛 然后他面对你 可能对你影响就比较好 说点些话 可能没让他经过打了 确实是我觉得是嘴巴在里头 他有可能心里面 真是想法不成的样子 所以你看你要不要 就是今天都能够走了吗 还是说 我晓得你们都是安慰我 我也没得能够脆弱的 我觉得不适合都算了 没得关系的人 我理解他要求高 然后我自己也都是那个条件 然后不适合都算了 也不用所有的都来安慰我 在男女嘉宾冷静下来之后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今天的相亲还能继续下去吗 好一个人坐在这呢 来来来来 你看有人来了 有人还带着东西来 你先坐下坐下 这个是 上面写的有汤圆 黑芝麻汤圆 这个有什么用意呢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说实话 女孩子在我心目中 一直印象还是蛮好的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的对话之间 可能让女孩子 可能让她有点不高兴了 然后我觉得用这个 用这个小小的汤圆弥补一下 我对你确实就是说 没有那个意思 就是说你确实挺好 在各方面都很不错 只是说 我是一个心知口快的人 在这个方面 我特意的就是做了一个汤圆 明白了 所以她是想表达歉意 就刚刚说的话有点苦 所以她用汤圆来弥补一下 对 其实没得好知道 没得好知道 其实我本身不是一个 太情绪化的人 刚刚我觉得可能确实还是 稍微情绪化了一点 那事实上 就算你要求 可能我达不到你的要求 但是并不会伤害到我 我不是那种 很容易 对因为别国的否定 或者那个都去自一自一自一人 我解锁了 我都吃两克 其实看起来女嘉宾 也是一个性格不错的人 求私谢谢 男嘉宾用一碗热腾腾的汤圆 化解了两人之间的误会 开朗大方的女嘉宾 也欣然接受了 两人的匹配指数 再次回升到了80% 好 接下来我们做最后的选择 刚刚刘薇说 让我把女孩请到她的店门口 因为接下来 她要给你承上的东西 和要表达的话 跟她的店多少有一点关系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接下来我把时间单独地交给你 有什么话 你就直接对女孩说 好吧 如果今天能和女嘉宾牵手成员 点错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立东进补 来年打虎 立东了 老年人要进补 咱老年人的肺和咱们一样 老了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 天一朗了 这老曼芝老可船可就难过 是时候该补补肺了 养无几补肺完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年人的肺 老曼芝的肺 老可船的肺 立东都要补一补哟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示范补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立东进补 来年打虎 立东了 老年人要进补 咱老年人的肺 和咱们一样 老了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 天一朗了 这老曼芝老可船 可就难过啊 是时候该补补肺了 养无几补肺完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年人的肺 老曼芝的肺 老可船的肺 立东都要补一补哟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示范肚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 养无几盘中药补肺完 每天两碗补强肺功能 好 我们看一下 女嘉宾最后的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对不起 其实我想了一下 因为你的要求是 可能不想留儿子也太久 然后也希望她经济 能够独立一点 但是偏偏我的未来的计划 是可能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里面 我都要去考验 两年肯定是没得收入的 然后会一直说是 我感觉我也不想耽误你的时间 还是感谢你 好好 来来来 我们面朝大家 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选择的 这个权利 虽然最后我们今天 没有在一起交友成功 但是我希望以后还是能够 在刘薇的店里看到 我们女嘉宾的身影 作为朋友也好 作为这个顾客也好 对不对 其实女嘉宾最后做这个决定 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今天咱们男嘉宾提的 这个要求 我觉得确实有点高 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奇葩 当然男嘉宾肯定会觉得 我要找一个比我优秀的人 有什么错呢 我认为在事业上 在自己的工作上 我们力求上进 我们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去选择更好的工作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感情上 未必如此 因为更优秀的它 未必就适合你 而更优秀的它 也未必会选择你 我们应该想方设法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 因为只有我们自己优秀了 我们才能够碰到 更优秀的你吧 好 我们电视剧 其他的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也想来报名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想来相亲的话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您直接到龙湖西营城二楼 反而游戏线下互联服务中心 来直接报名 爱情靠争取 无爱不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